本节目由桥外移民赞助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杰辉 你得感谢我 杰辉一上我们这个圆桌派 粉丝大增 而且你现在承认 我们这个节目是有技术 把难看的拍好看了 他现在是我们观众的说 颜值担当 咱们节目也出梁朝伟了 就是杰辉 不要老只讲一边不讲一边 他还有我很多内容观点 他们都认同 还有人说听得哭了 他半夜发了一张截图给我 说一些粉丝留言 什么表扬我 那我就回他 我说在那个 他的光亮明灯旁边 再怎么小的草都会发光这样子 所以说今天 可是他没理我 我今天准备让你更加 黯然失色一下 我把光媒叫来了 我跟老老师都 刚才他很夸张 说我们二十几年没见了 十几年 咱们都没有认识二十年 他对女人的妄性 基本是这样的 五十几年 在幼儿园 你不可能算金落 没有 咱们这个丁教授又来了 不好意思 这个丁春秋 这个新兴大法 在咱们研究派 我给他赋予一个雅号 丁春秋 这个学问大 精力多 你可不知道 丁学良老师 大家可以去百度查一查 对吧 他的那个过往 在中国历史进程当中 他所干的那些事 那真是不堪回首 但是胆子小 你讲什么东西 我胆子小 最大的毛病胆子小 丁老师当年 你知道你在美国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移民 聊移民 我就一下就想到他 他当年你知道 在跟名人 曾经同居过 跟这个王 今天还是李银河 李银河的 夫妇 这个已经去世的 那个王小波 对吧 他跟王小波 曾经住在一个小楼里 而且他住的那个房子 是他去美国 李银河帮他租的 是 李银河原来 是什么一个单位的 对 我住过以前 是什么一个单位 但我认识没见过他的面 你当时去美国 为什么让李银河 帮你找房子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 而且我们是一个研究室 他说我找十个月到美国 拿的是同样的这种资助 是美国匹斯堡大学 大学校长资助 所以我当时人家就说 到美国去 跟中国不一样 对吧 在中国 我们这些单身汉 是不叫防费的 因为你做机体收拾 说到美国去 那点钱哪能起 付的去防费 你找人帮忙 不然你就坐到马路上 我想坐马路上 给警察给抓起来 然后就拖地影后找 然后真的给我们找到 找到了小阁楼 但我没你那个胆量 就把阁楼在外面 再给阁楼 没了解 这丁春秋 一下就扎一枝 一下扎一枝 我来作证 他拆了 他拆了之后有抑郁症 整天说教会 我越想越不服气 可是没办法要守法 然后又要看风水 又这个拉格 最后他看破了 不是这个 我做了事就因果嘛 当然既然这个丁老怪 揭发了我对吧 我也不怕给大家承认 因为这本身 就是新移民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跟广美还说 我说聊移民 就主要是他们俩说 嘉辉在美国生活 丁老师对吧 后来广美也启发我 说咱们在香港生活 也算移民 内地在香港生活 这么多年 对 因为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现在想聊移民 找我干嘛 我没移过民 后来你想 不是 我好像也是一个 算移民 还移了两个地 所以你看 你比如说 在咱们这个内地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伪张 咱们内地叫伪张建筑 很多人家在阳台上 盖一个什么 然后呢 我在香港跑马地 买一个房子 有那个天台 我买的时候 是这个 人家卖给我的那家 上面是加建了一层 那已经加建了几十年了 但是呢 银行要给你按揭呢 按香港法律 你全得拆光 拆光了 我说 我搭个这个检一棚嘛 我搭个检一棚 而且呢 你看这咱不了解 人家这个本相本土的规矩 我就得问当地人 这就说明呢 问当地人 你也得问对人 对 我问的是我的那个装修佬 然后那个 我那个装修佬 在香港装修四十年了 加上他爸 老豆 说我老豆很有经验的 说这个 就是钱建 说你这种性质的 没有问题 不会管到你的 然后就是说我给你建 然后呢 就是说你记着 乌鱼鼠呢 会给你发信 让你拆 但是呢 你不要理他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你要等到一封粉红色的信 粉红色的 那个时候你再拆 然后但是一通常到 那个粉红色的信呢 已经两三年就过去了 你就还能享受啊 所以我说好吧 你在装修佬 有哪一个村的 新界的 新界的吧 他拿了新界的法律 他拿的不是跑马递的 以后最后呢 就是说给我信 我都不理 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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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粉红色的信 一直没等到 等来了一封黄色的信 然后我一打开 这乌鱼鼠现在检控你 情于四月二十七号 到东区裁判署提堂 我成被告了 你知道吗 吓得我 我说你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装修老修 没有那个粉红色的信呢 他说 不要紧 你赶快拆 好这就赶快拆 拆了之后呢 就是说先认罪 你要 要要要 法官大人 我都拆了 我都拆了 然后就是 罚款不当 最后因为我呢 还常在内地工作 人都不在香港 说 请一律师 花一万五 请一律师 当庭罚款一万 所以你看 这说明 我算不算新移民的 当然新移民的 但你这个情况 并我们遇到的那个情况 要仁慈的多 我们刚到美国去的时候 听到的 第一个对我们 这个震撼呢 这两个韩国人 他跑到纽约去 在纽约餐馆里面打工 然后呢 纽约东西很冷 他们想吃狗肉 所以怕四年 想吃狗肉 结果他 他们一点英文都不懂 我们留学生嘛 多多说他懂英文 他跑到超市去 想买狗肉 早上怎么会在美国 有狗肉呢 然后这两个哥们 实在是熬不住了 就把人家的宠物狗 给偷吃了 这两个人 并不认为是犯罪行为 关键问题在这里 就跟你一样 前进一样 他并不认为 这个是违法的 他们把那个狗吃了 就把那个骨头 就包一包 以后就扔到 他们那个 前面那个垃圾桶里面 结果人家后来 又找找找 终于找到了 一找到 以后这两个人 判了六个月 本来说他判得更多 不是 他不认为是违法 是说 不认为吃狗肉违法 还是不认为 偷人家东西违法 偷狗谁都知道违法 他们不认为吃狗肉是违法 他们更不认为 偷人家狗是法三假法 所以 对啊 没有 其实文涛 你是那个科技进步的受害者 我觉得因为这几年 特别严格 因为有航拍 他们那个政府执法 经常你以为 他叫小孩子在玩吗 没有 他在执法 放个飞机 看你们这种豪宅 谁是违章建筑 我也不算豪宅航拍 其实他都不需要航拍 他那个都有纠察队 你的邻居就是纠察队了呀 纠察队 你说那个像北京一样的 这个什么小家老太太 对啊 朝阳 北京有朝阳大妈 龐满地也有 香港有爱投诉的市民 是吧 广美你看 你能分享分享吗 就是说这个移民怎么适应新环境 我为什么找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 我自己其实也是个移民 也曾经是一个新移民 因为我觉得 我老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宇宙里面的 就是你把我放到哪里 我就会用最快的速度 自得其乐的 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自己人 佳辉也是跟丁老师一样 是移民 你在美国生活多少年 我不算移民啦 因为我经常这样分开 移民跟移居是两回事 移民的话 你就是有一点连根拔起的感觉 至少是一个长期的嘛 然后你跟那个环境建立关系 我在美国几年就是移居嘛 我从我去的第一天我就清楚 我不会在街里拿什么绿卡 拿护照 为什么 我学完的时候 因为英文不好啊 很憋啊 很憋啊 那我又 而且我就是爱吃狗肉嘛 以前 没有啦 我不吃狗肉 不要这样看我 我配合丁老师的口味而已 你只是爱偷狗 就积民狗盗之徒 在哪都好混 积民 不是 然后那个 后来当讲师 也拿了最佳讲师 那学校看我毕业的时候 就叫我说要不要考虑 假如我楼下来 他们会替我办 那我只有当天 也考虑了两个钟头而已 那我觉得我英文还是不好 楼下在那边八年了 有时候讲课 我还一边讲一边心里在笑 心里想这些养鬼子学生 真的听得懂我说什么吗 然后我就决定不要了 我就回来香港 敞荡江湖 而且那时候刚好1997年嘛 我就想回来见证 这么重要的时间 就确实说的 这个英文不好 是不是头一个问题 我想比英文不好 更严重是钱的问题 如果你钱很多的话 英文不好 你照样可以到处移民 然后就听人家的话 说你要想学好英文在美国 它有两个图结 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 第一个 不管什么女的 只要愿意给你两个同居 都可以 然后你跟他学英文 你跟他干活 选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就是美国同学 美国同学不错 李银河 我觉得是李银河 没错 第二个是最简单的 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 你买一个最便宜的 核白电视机 因为那个采出电视机很贵的 然后你有事没事 电视机开着 在那里面听那个透口秀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我的英语大概就十句话而已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而且很穷 特别穷 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 真的 那当然 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 但是 穷得站着睡了 没得躺着睡了 房间太窄 天啊 他用站着睡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腿太长 房间太窄 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 15 15 15 平米 15平米的房子住两个 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 1米8的 阿凡达 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 用掉我工资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 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 因为语言的关系 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 香港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么厉害吗 96年的时候 你讲 你要去问路 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 是直接弹开来 他害怕 为什么 我不想 他要抢他钱 不是 非法移民 他怕他割割他的肾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一栋大楼里面 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臣室 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 可以回答我问题 我就跟他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 我话都还没说完 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 谈到最里面去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 我跟你说 这个在当年 这个实际到今天 也可能也有残留 就是香港人 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 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 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 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 我还曾经记得 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 一个女明星 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 港台 给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 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 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 这个女歌星啊 跟我一起录 你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 就是到了我的台词 我上去录 到他 就说我们俩必须并排嘛 那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他拿这个纸巾 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 他这样 你知道吗 我很就是我很敏感的 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 非碟 他有一个非碟 不是他就是 你臭不臭呢那时候 我是臭啊 就是也不注意 不注意个人卫生 好几天不洗头对吧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哇 我说你至于吗 在这儿录完了什么什么 啪 马上弹开我 就像你说的这样 我想起来 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 就是 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 我觉得更多的是 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 英文跟广东话 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 而且我真的觉得 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 而且有距离的 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 我跟你不同 我就是我刚到香港来之前 因为我在广州七年 所以呢 你也会说白话的呀 但是你会听啊 你就认为你会讲 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 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 所以呢我就到了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公司 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 我冲着一个叫教你的一个撰稿 我哗给他砍了 半个小时 最后得教你说 哇 窦先生 你的国语东莞口言很重啊 所以我觉得 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 移居也好 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脱离自己的舒适带 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 是需要有的 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种 这个尊严吧 要去学当地的语言 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 没少受罪啊 连女孩都欺负我 我们到茶餐厅去 点菜 她们就 你点吧 我想吃那个 点一盘那个菜心 她说点 跟她讲说 我要脱衣 脱衣 脱衣 菜心叫脱衣 脱衣 我要脱衣 但是脱衣 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 脱衣 太高兴了 脱衣 太高兴了 我很好奇那个服务员 家辉学这个话 就成性骚扰了 不是 那个我很好奇 那个服务员怎么反应 我是 假如是男服务员 一听 马上把电话号码 我同桌所有的女孩 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 她们就这么整我 那时候很受伤害 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 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 你不可能随医院的 她说这个是 我问你们两位 在美国这个生活 你觉得最初的时候 这个最受伤的事你记得吗 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 讲几句 讲几个创伤 因为我创伤太多了 讲一个是讲两个 还是讲三个 定春秋 要不就是春秋吗 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 就在皮士堡大学上课 上那个基础课 就是我们读布斯学位的基础课 我们班上 大概有三二来个学生 外国学生 大概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 我大概是在班上 是三个亚洲人之一 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 但是我拿的是 皮士堡大学大学校长的讲学线 全大学最高的讲学线 然后在班上 一句英文不敢讲 一个问题不敢提 老师部职作业听不懂 两个星期下来 班上两个白人同学 难得 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拿的是最高的奖学线 他们自己要付修费的 那个眼神 虽然我不懂英文 当然我能多得懂他们两个的眼神 他意思就是说 像你这种白痴也值得把我们美国拿税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 他直接讲 不 我就要多懂他的眼神 你觉得他心里像你 丁老师翻译出来的 你想多了吧 我一点都没有误多他们的眼神 眼神是有缘的 你没办法证明啊 可以证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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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好像最近表情包嘛 蛮有趣的 我那个脸皮比较厚 我谁也都没有觉得受伤害 我的 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 我不会这样想 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一定想约 还是约我吃饭什么 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 然后呢 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 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 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 一起读博士班的 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 小冲突 他直接就说我一句话 你看你家会整天对有我们香港 自己中国来的学生就臭的脸 黑格上里就说我黑口黑脸 他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 我说有嘛 他说是啊 你看那洋人就笑口咪咪 就是我 闯阳没外 对 就是那种感觉 我就很受伤害了 为什么呢 我不觉得记者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对洋学生 可能会笑容比较多 为什么 广东话说 宜修皆朝 宜笑皆朝 英语不好 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 全部听得懂 我就只好笑了 特别的友善 特别 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 其实我根本听到屁啊 根本不懂他讲话 那别人看起来就是说 你对洋人从洋媚外 对我们自己人 黑口黑 黑口黑你 我觉得我蛮伤害的 这个他讲的这个情况啊 我帮你跟你讲那个情况 我们倒遇到一个 住在一个楼上 我们那个三层楼 那个第二层楼 一个老王 我们不好讲名字 名字我记得 他是东北来的 他是学那个 汽车拖拉机专业的 这哥尔蒙喊 这哥尔蒙 当时要大个社来岁 他已经是中年人了 我们那时候小青年 他跑到美国去以后 他英文比门还差 当然他胆特的 每个周末都起 都在吃饭 跟林一样 他和林走的时候 就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 这在皮士堡 人人皆知 就是华人 他出去的时候 他已经立定为 回来以后要当院长 他走的时候 当然是系列的副主任 说干部 说你到美国去 美国很腐败 要终于不要给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辐射 回来以后就麻烦了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 就跟那个学校的那个卫生所 要了一大堆的 那个避孕套 卫生套 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 然后随着都跑到美国去以后 好像没什么机会用 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 他是访问学者 就说十个月就要回去了 不我们是独学位嘛 临走的时候呢 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学 就叫Yardsell 就临走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不要的东西 就放在那个前面花园里卖掉嘛 他把所有能够的东西拿着都卖 其中呢就包划 来带上一大包的 我被奔案套 固齐了吧 我们一看以后就伤眼 说老王啊 这个东西不能卖 因为这个传染病呢 他说我这也没用过 我们家人家也不知道 美国人不知道 你这个在美国卖了 也不知道中国卖了 我想起来了 他马上回去以后 就拿一个大白纸牌 然后就用大那个 出了那个笔就写了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 那才心惨的 这就像有些观众 这个黑我 说我的大脑醉之前 因为是新的 从来没用过 从来没用过 但是 这个我这也插一个题外话 这句话没用过 可以很幽默 黑你 可以很哀乡的 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小说是什么 从来没用过 对 没错 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 据说是他写的 那么就是说 那个两句话 就是那个 一双 一双婴儿鞋子 这是 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 一双婴儿鞋 从来没用过 这有很多故事 很多想象 想象 那当然 对 到底什么回事 到底什么回事 是买了浪费吗 还是那个婴儿很不幸去世 整个马上他什么都没说 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到 老海的小说 出出来 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 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 大家大脑never used 我们就想 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我不去 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 你到了那儿 就是你看我在香港 对吧 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 还能通行江湖 能应付一下 我有过一个体验 就是说你真到了美国 就是英语不行 什么叫寸步难行 我约略能够想象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 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 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 我们一起出公差 我第一次去美国 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 我当时就发现 如果我要去了 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 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 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 一直到 即便到你回房间里 就是到最后 到最后是半夜 鲁豫在我面前说 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 逛街就怪 在挪威奥斯勒 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 仅次于你的智慧 你还没那么好 他带着老婆带两个孩子 他要喝牛奶 他英文也不行 那根本讲是挪威语 挪威语很难讲的 我都听不懂 他后来讲了好半天 孩子要喝什么牛奶 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 不带脂肪的 太太要喝什么 半袋脂肪的 孩子要喝全袋脂肪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全脂脱脂 就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 搞了半天 对方那个傅文听不懂 就和他来想这个决照 孩子要喝什么 你喝妈妈的那种 然后呢 他说我跟我太太要喝 这是什么 非常震动 这是脱脂的吗 脱脂的 他认为这是脱脂的 这是牛的 这是牛的 这是人的 这是人的 然后傅文一看起来 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 光美你讲 真的不一样 没有 我刚才 我只是想要讲 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 懂当地语言 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 就好多年前有一个 也是在美国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 但是基本上 他们一般还是很 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 来去检控你 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 他会告诉你说 离开你的车子 就我们看见 离开你的车子 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 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 你一个指令 一个动作 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 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 我是有执照的 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 你一伸手完蛋 噼里啪啦 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 把你痛打一顿 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 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 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 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 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 是有生命危险的 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光是 而且因为这个语言 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 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 但是我去过一次 你摔一次 香港 你摔一次 我不用摔一下 我跟你说 我们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国 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 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 我就跟嘉辉说的 说对老外笑脸相迎 我我们去派我去公司 派我去美国去主持一个什么 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 早上六点 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 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 就是像你说的 人家说这个外国人 你见到他要笑 对吧 然后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 一个女的一个大肚子 长得还挺漂亮 我怀孕的 那个女的见到我 她一点也不笑 瞪着个大眼桌子 这么看着我 然后她就问我一些 我也听得半懂不懂 然后问我一些 很奇怪的一些问题 说你这个去 那个有没有收入啊 我说收入是我的company给我的呀 她说这个你的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 还是在美国给你的 什么什么的 我管她在说什么 然后呢最后就会 说急了 就是说那这个什么 你就挣钱还是不挣钱 跟我说半天这个事 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啊 什么的 我好像是问我 这工资是多少 我最后急了 我就跟他说 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 他爱给多少 给多少 不能的 违法 走了 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 怎么回事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出公差 给拒签了 后来他就说我 后来就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 香港美国领事 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就就说 说这个女的 就是首先他怀疑我动机不纯 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 然后呢 说关键的一个怀疑 就是说没有理由的冲他 痴迷痴迷笑 因为惨 他就觉得心里有鬼 那我跟你讲 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 这种误会可大可小 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 去杀威夷 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 表情的误会 还有行为的误会 干嘛呢 我下飞机 然后检查行李 路径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 那个海关 看我那个行李 然后瞄我几眼 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 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 你看这样 扎扎扎扎扎扎扎 就挤眉弄眼了这样笑 然后他突然本来对我笑 突然不笑 胸起来 脸凑起来 干嘛呢 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 把我抓进房间 收身 全身收 身体所有的部分 你能想象的他都收了 那我无所谓 我清白 身正不怕影子歪 大家 收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 没关系 因为我心里想 好啊 你要求的 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 你要看就看嘛这样 然后呢 收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 清白 他出去 那老外也很好 那给我道歉 说抱歉 给你带来麻烦 我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 原来他指一下 说我行李里面 有避孕套 发现有避孕套 他说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吗 没用过 没有用过的 没有用过的 你带的 可是你带的是用过的 原来过程里面 我记得他检查 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吗 不是 第一个我很年轻 第二个 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 他说 我记得他搜行李的时候 问我 你有女朋友吗 在美国有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 然后后来他怀疑 原来他怀疑 我用安全套来运毒 常在身体什么地方 因为他说 你没有女朋友 怎么会自己 从香港过来 要带着安全套 那他不了解 家贵都要过 所以以后我都警告 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 所以你看 听上 这个移民啊 我看那个字 这个桥外移民 其实中国人这个桥字 是很有意思的 最早的是一个人 这个地方是那个桥 那个桥装打扮的桥 对 所以你要移民的话 可能就是跑人家 过去桥装打扮 又伪装出来 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 你知道吗 谁给你的这个植物广告 我跟我想起来 我跟我想起来 丢老师今天能发财 我帮你要 我帮你要 但是你讲 对不起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当地除了语言之外 法律这件事情 我们刚才也有了一个 很重要的例证 你知不知道在美国 我不晓得你 有没有带你的随从 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 随从我听起来 像个贵族是吧 没有 他出门十几个 我就是鲁裕的随从 不是 你如果真的有随从 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 你最好问问清楚 因为你可能需要 付他额外的工资 按照美国本地那个州 那一个州 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 是不一样的 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 按州心付给他 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 或者是有人检举你 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 你有可能置上官司的 所以大官司 不是小官司 大官司 你带劳工 所以有一年我因为 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 一起出去 所以那一年我把家里的阿姨 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 那一年我就按照 加州的最低工资 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小时 是八点多美金 我就按州心给他 他一直跟我说不用 我除了香港的那个工资 照付他之外 我还付了他美国的工资 他一直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用用用 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助罗了 他发了一笔小财 可开心了 你们说今天中国的经济 也好起来 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 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 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 你们那个年代 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纽约 那不用我们后来 那个作者姓曹的 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 年过七旬了 回来了 回来在北京 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 纽约人在北京 你看他就说 照他的观点他就说 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 叫做儿童的天堂 青年人的战场 老年人的牧场 就坟场 老年人的坟场 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 你觉得那个好啊 空气好啊 这个好 他说你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 他是说你没有试过 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 都是负债的 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还是个人 你要一没这个工作 你立马成孙子 就是因为你房贷 车贷 学贷 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说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 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 你就 丁老师 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 当然 当然 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 老华侨门 我看老华侨门就看出来了 当然那是个老华侨 他大部分都还是说劳工阶级 在中国餐馆 他们打工的就是老华侨 你就发现很多的老华侨 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 都想回到故土 他说回到故土 我这点钱也能够吃 我们每天喝点小酒 溜溜狗 走走路 是吧 在美国就很惨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 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今天中国富起来了 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 通讯啊 都很发达了 很简单了 他应该不应该移民 需要不需要移民 移民对不对 好不好 我一直坚持这一点 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 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 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 试一试 试一试 试成功了 也许你能够开辩一个天气 试不成功你再回来 乔外移民给的钱不少 试不成功你再回来 交续费嘛 我觉得先移居吧 先移居 再考虑于移民 因为我觉得看世界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世界那么大 你哪知道 哪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 你不是 你永远不知道 我强烈建议 现在有本事的人 不要一听他们讲 哎呀 我明天移民到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这算什么玩意 全世界都知道 你有本事 现在移民到非洲 最偏偏的地方去 到那地方当囚长 那才是大牛 是吗 估计那个能免签是吧 直接非洲运民欢迎你 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 我们那个年代讲的 真的是一去 壮士一去 不服回那种感觉 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 我就不回家 衣警还乡 现在不是嘛 我可能去 为了某些原因 安顿了小孩 或者说拿来护照 飞来飞去 现在都是在城市 跟国家之间 飞来飞去 所以刚说 其实移民假如 不管叫移民 叫移民还是移居 有一段 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 非常美好 所以其实呢 我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 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 就是有那么一句话 这个中国人呢 作为人口最多的 这个大国呀 我已经看到 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也必然是这样 就是说啊 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 都会有华人 这其实从历史上看 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 还是不发达 都没有关系 最近你看 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 就说 我们过去认为啊 就说中国好像什么 曾经有个阶段 闭关锁国 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 比如说明清时候 曾经短暂的这个海进 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 是一个误读 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 一边丝绸之路 或者说是这个海外 比如说宋朝南宋 这个中国包括这个正和下西洋 就真正说那个海进呢 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 大部分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 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 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 他们也往海外跑 对吧 就南洋华人 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 他一样都往海外跑 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 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 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 是不成是不成问题的事实 现在已经遍布全球 已经遍布全球了 刚才说有太阳地方就有华人移民 现在没有太阳地方也有华人移民 就是北 就是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没太阳吗 那个地方也连大概八十年没太阳 极业的时候 对对对 你像那个实际上 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 有一句话 我到现在印象到深刻 一部人类文明史 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 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 华人是这个中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主干 人多嘛 对 你们两位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是吧 面色菜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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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年你知道 在跟名人啊 曾经同居过 跟这个王 新年人李银河 李银河的 夫妇 这个已经去世的 那个王小波 比如说明清时候 曾经短暂的这个海进 可以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